修罗武神 第六千一十二章 强大的赵老八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只见赵老八脚步微微向前一踏 下一刻 他便消失不见 再度出现时 已是来到了另外一处地带 而他转身回望 只见一道身影正自远处快速飞掠而来 正是宋老头 宋老头飞掠之时 频频回头 深怕赵老八追过来 其实 他已经释放出了感应力 正常来说 不用回头 感应力的覆盖面积同样可观 但他害怕 他不安 他心里没底 所以才会这般 他眼下后悔极了 先前害怕处风他们 看出通天山峰上第二层的内容 领悟逃脱的方法 所以便将他们二人强行带离那通天山峰 实际上他自己 也未能完全参透那离开的阵法 导致他现在只能在这空间世界内逃脱 极其被动 此乃大意所致 是他对自己的实力太自信了 所以才会吃了这个大亏 反倒是处风深知处境不妙 早早地将底牌抓到手中 直接逃脱了 他真是越想越悔 明明之前行事极其谨慎 不曾想 今日 却是吃了大亏 到底是谁呢 竟然认识天剑圣公公主 他奶奶的 真是倒了血霉了 那么多人进来 这个地方只有三个人 怎么就偏偏让我遇到这么一个杀星 宋老头心中极其不爽 本来遇到处风 他还觉得自己运气爆棚 此时他才意识到 他是倒霉到了极点 但他当目光收回 看向前方之际 那张嘴脸顿时变得惨白无比 他看到了赵老八 就立于远处的天际之上 那个笑眯眯的神态 显然是等着他呢 但赵老八身处位置 明明已是进入他的感应范围之内 阿尔旦若非肉眼看到 他的感应力可谓毫无察觉 眼见不妙 宋老头便身形一转 调转方向 但刚刚调转方向 赵老八再度出现在了他的前方 并且距离依旧很远 他转过头 看向赵老八先前所在的位置 发现那里已经空空荡荡 只是这一瞬间的变化 便让宋老头汗如雨下 彻底慌了 他几乎确定 赵老八的实力在他之上 眼下这情况 逃是逃不掉了 于是宋老头 手掌摸向乾坤袋 一把神兵长剑浮现于手中 长剑握于手中 磅礴的气焰 如飓风横扫天地 就连此地坚固无比的石头 在其如此威视下 也是出现道道裂痕 那个架势 舍我其谁 宛如神墨灵世 仿佛已是天下无敌 但宋老头并未动手 而是凝视着远处的赵老八 脸上的恐慌被其隐藏 反而嘴角扬起一抹轻笑 天见圣躬都困不住老夫 你觉得你可以吗 老夫告诉你 宋某人可不是好欺负的 就算今日老夫不敌你 但也绝对不会要你好过 你自己想一下 你我之前无冤无仇 只因你的怀疑 就非要鱼死网破吗 这真的值得吗 鱼死网破 凭你 然而 宋老头话音刚落 赵老八的声音 却随之响起 只不过 不是自远处 而是在他的耳边 赵老八 已是来到了宋老头的身旁 见状 宋老头身形一转 手中的神兵长剑 顺势便刺了过去 但赵老八不闪不躲 反而伸出那笔熊掌 还大伤不少的大手 竟一把握住了宋 老头的神兵长剑 这一握 宋老头脸色惨白无比 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 那可是神兵啊 但赵老八的手掌 没有任何防护 甚至连武力都未附加 就凭借肉身 不仅毫发未损 甚至捏得神兵长剑 嗡嗡作响 仿佛神兵长剑 也不如他的手掌坚硬 宋老头立刻松开了 那握住神兵长剑的手 但也并未在逃 而是倒退一步后 施以大理 大人 是我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敢对大人心怀鬼胎 但大人 您也是修武者 弱肉强食 本就是修武界的铁则 自古如此 若是早知大人如此修为 您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啊 所以 并非是我对大人 没有敬畏之心 而是大人有意隐藏 我是在看不清 宋老头眼见敌不过 干脆认怂 也不嘴将隐瞒之前的意图 而是选择讲起了道理 宋仙基 那湖中究竟有什么 赵老八问 是天神镜的妖物 一品天神之上 比那蝙蝠妖兽 还要危险得多 并且 数量恐怕不比蝙蝠妖兽少 宋老头说道 赵老八没再说话 而是抓住宋老头的肩膀 离开此地 只是一瞬间 赵老八就将宋老头 带到了那湖泊上方 并且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带着宋老头 进入了湖泊深处 大人 别 没有冒此风险 也许还有别的出路 宋老头慌了 虽然是使用 服人进入的湖泊 但是他却感受到 湖泊深处 那妖物的可怕 但赵老八速度极快 很快便到达了 湖泊最深处 并且下方隐隐间 浮现出了一道结界门 看到那结界门 宋老头眼前一亮 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显然那是离开此地的结界门 并且是能够深入的结界 门 而以赵老八的速度 恐怕现在那些妖兽 发现赵老八 但也为时已晚 是拦不住了 看是令宋老头意外的是 赵老八看到那结界门后 却并未继续下潜 反而是停了下来 大人 别停啊 宋老头慌了 而赵老八却淡淡一笑 不予理会 哗啦啦啦 猛然间 这湖泊深处便立刻沸腾 恐怖的气息 立刻席卷而来 顺势观望 四面八方都出现了无数只血红的眼睛 那数量非常恐怖 并且每一个的气息 都在宋老头之上 显然他们 已被湖中妖物包围了 可只见赵老八周身光芒普照 再度散发出宛如明日一般的光芒 下一刻 光芒如刃 竟飞掠而出 紧接着 湖泊中所有血红色的目光 皆是消失不见 同时消失的 还有那可怕的气息 很显然 那些可怕的妖物 尽数被赵老八所抹除 而这一刻 宋老头注意到 在赵老八的额头处 还出现了一个印记 看到那印记 宋老头猛然间反应过来 他知道眼前之人 乃是和方神圣了 也正因知道了对方身份 他吓得眼睛都比平时大了不少 再度跪了下来 老夫眼拙 竟不知道是 哇 然而 宋老头后面的话还未曾说出 赵老八伸出两根手指 便捏住了宋老头的脖子 别说我的名字 你不配 话罢 咔嚓一声 宋老头的脖梗 便被扭断 宋老头的鲜血 也是不断一出 但他没死 赵老八似乎还不打算杀了他 本章完